你不想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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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儿 因为我很喜欢 我觉得我现在的话就是选拖自己 最近比较想合作的可能是林俊杰老师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的身影 我比较喜欢像周星驰或者贾琳那样的 就演喜剧的那种 偶像剧可能也想 但是喜剧可能就更搞笑 应该更好玩一点 我很喜欢Catty Perry 比较欣赏国内的三位艺人 就是丽春、周杰伦和周星驰 三次也是花花 二次也是陆飞 我有特别喜欢的一个女歌手叫Aline 我的偶像是邓紫棋 我的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因为我很喜欢邓紫棋 我不会说特意想成为谁 我希望将来就是做自己 春春 还有蔡依琳 因为以前在节目里面 大家也是像这种团体形式 然后会一起活动 一起准备一个公演 什么的 那可能现在相对来说 比较固定的团圆 然后在一起 那可能就会更加的要照顾 每个人的感受 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找到自己吧 之前的话就是可能会做事情会有点犹豫 但现在的话就是用情自己在做什么 更忙了 就只记得现在宿舍里面阿姨做的粥可好喝了 你不觉得这样子我很女人吗 就是一点都不像一个学生的那样子的感觉 好看呀 另外一个风格 我也觉得挺好看 这个发型是昨天剪的 对 然后因为我之前在一本杂志里面有看到 类似这个发型的model 然后我觉得好好看 出道前是表情包 出道之后就开始fashion了 我觉得认知会有一些变化吧 就之前我可能觉得自身的一些硬件条件会最重要 就是比如说实力啊或者各方面 但是现在会觉得除了自己的实力各方面 还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心态 因为就太小孩子脾气了 生气就直接表现出来 所以现在很能忍 谁让我不开心我都能忍 忍 最大的应该是就是从泰国生活要到中国来 更放肆地吃了 然后吃到肚子线条也没有了 不要打我 你还说没有线条 没有 他的腰是我们全团最好的 没 就发型吧 出道前是这样 没有刘海 没有刘海 然后出道后现在是这样 想要出去旅游 但是我觉得一天时间太短了 可不可以多给我几天 多给几天我可能会选择去欧洲旅游 我想去那个圣驼 离尼岛 早上起来呢 会听一些我自己喜欢的音乐 然后呢去揣摩一下 心技巧 然后呢 再来就是中午可以自己做个饭 然后下午呢 约几个好朋友一起去逛街 晚上呢还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吧 一天假期的话 看有没有人找我出去玩 没有人找我出去玩 我朋友圈我一圈 没有的话 那我再问一圈 如果还是没有的话呢 就在家里睡觉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会规划的人 带着我的家人去去旅游 再去一次欢乐谷吧 因为我理想的假期就是出国旅游 我特别想旅游 就是逛吃逛吃逛吃 然后我想去海边 然后想去泰国吃榴莲 这是个愿望 可是很难 我想回泰国 我很喜欢海边 因为我想去海边玩 对 还有吃 睡觉 睡醒 然后就不吃了吧 减肥 然后保养一下皮肤 你的假期好痛苦